原住民族委員會公佈族群委員名單 而族群委員也將成為園民會 與各部落間聯繫的溝通橋樑 但卻出現賽下族的族群委員 遭到苗栗南庄新竹五峰的賽下族人反彈 沒有尊重賽下族傳統規範 以一個很好的橋樑來溝通 這一次的人選讓我們族人非常的憤慨 賽下族其實已經透過民族議會 並經過南北群的賽下族人 聯署推派人選 也將聯署書送到園民會 但仍沒有被採納 因此讓族人震驚錯愕 而此事不止一桩 連嘎納嘎納夫族的族群委員 也出現爭議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 部落族人掛白布條寫著 推動這名運動時你在哪裡 並認為族群代表 應該由族人推舉才是民意 加密會當過泛州族的族群代表 根本都不回部落來關心 我們真正正主的卡拉卡拉夫 他也當過高雄市聯名會的主委 也不回頭到部落來關心我們 我們證明的時候 他人在哪裡都不跟我們一起推行 他一直在外面跟媒體講 跟學者講說 都是他一人推動這個證明 他其實是嫁給雜亂的 所以現在變成是雜亂有兩個族群代表 對於塞下族與 卡拉卡拉夫族的族群委員 有族人表示 不會承認他們的族群代表性 也質疑圓民會沒有聽取民意 對此兩族的族群委員 電話無法接通 圓民會也未對此作出回應 這點讚 露露整理報導